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中国民众同心抗议 身处中国的东北林业大学留学生们 也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助力抗议 近日记者从东北林业大学获悉 在七十余日的宅生活里 东北林大的百余名在校留学生 不断诠释着新的身份 据了解 为解决放假期间留校学生的生活问题 来自印度尼西亚 刚果 苏丹等国家的留学生们 报名参加志愿者 主动承担起公寓买菜 临时微型超市 收银等工作 我们俩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留学生 然后我们在这儿做一个志愿者 就是帮帮同学们 我们照顾这个超市 所以同学们 留学生在这儿都是很方便的 不用在外面出去 5月27日 记者在东北林业大学国际交流学院看到 来自印度尼西亚 苏丹等国家的留学生们 正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 为同处异国他乡的同学们提供便利的生活服务 老师帮我们把东西放在这儿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儿帮同学们 如果他们需要买什么 然后没有在这儿我们也可以帮他们 告诉老师 老师可以让天生活在这儿 每天就是不稳定 正常情况下就是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左右 因为我们也是有研究的工作 我们轮流上班了 天天轮流上班 每天只有一个人才吃 虽然他们也要有时间学习 但是他们为了我们 为了学校更好 他们就志愿地来担当 担起来这个任务 所以我非常仰慕他们 记者在与留学生的交流中了解到 留学生们对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中国政府所做的多种防控措施非常认同 表示中国的疫情防控措施让他们很安全 疫情发生了之后 我觉得中国政府再取了很多做事 就是为了放空这个疫情 然后就是不用说 每个人去那里都需要戴好口罩啊 质纹啊 手健康嘛 还有就叫蛤蜊啊等等 我觉得这一些方法 就是很有效地放空了这个疫情 然后保护了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我觉得中国对我们很关注 那个时候所校帮我们 每一个星期买我们需要的东西